记者黄佩军台北报道,台湾民众人手艺机,手机行动支付流行,行政院长赖清德也宣示2025年行动支付普及率要搭就成,届时几乎已无实体支付,而国营事业也将带头,明年起逐步将民众日常生活中加油,缴水电费等支出方式纳入行动支付,届时滑手机就可以加油,缴水电费,不用再带账单。 尤其中有600多座直营站不再是手机误入,而是只要在指定安全区内就可以手机进行支付。 赖魁宣示2025年行动支付就成目标,经民进党立委于宛如也指出国营事业因起带头作用,他质询邮电水等国营事业动作本身是否使用行动支付台水动作,郭俊宁表示还没有。 台电董作杨维辅则说已经装了,但还没开始使用,中游董作代签则笑说自己没有用,都是太太在用。 于婉如说,国营事业高层因自己也体验行动支付才能贴近一般消费者的感受,而被国营事业合适推动行动支付缴纳款项。 郭俊宁说,台水目前已有90%支付适用银行转账机超商,而明年3月起会推动QR Code等APP支付。 今年3月也已开始在16个服务所使用信用卡刷卡。 杨维辅则说,目前台电已经研发台电依贵台APP可以用来缴纳于其款项,不用再亲自零贵付款。 而目前台电也在与行动支付业者洽谈合作,上半前将启动与行动装置查询缴纳电费。 目前合作业者尚未定案,但时程会在6月底前上路。 而戴谦则说,中游目前已规划出加油站手机支付的时程表,预计明年底可在中游目前614座指引加油站以手机付款。 戴谦说,明年4月就会在台北市建立38个试验站点。 试验目前改版过后的感应设备,若顺利的话,6月就会在全部的614座加油站全部装设,即可以手机支付。 12月在建构第三方支付整合平台后,就可提供更多元的支付服务。 而过去民众常认为加油站有油气,不宜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,以影响加油站的行动支付。 戴谦说也澄清,目前中游已有规划,会在加油站蹦倒及油槽附近划出不宜使用手机的区域,以及可使用手机支付的安全区域。 民众只要按照规划区域,就可安心使用手机在加油站进行支付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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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